国语有生善书 圣堂善书 达摩只玄宝禄 主注先佛为达摩祖师与诸天神圣 第十六参 门生问道路 一 达摩祖师将 诗曰 斩草留情根又生 春风一度泰山清 一时错爱千古恨 梦醒来时泪满盈 圣是 俗语认得好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修道子啊 修道若不修道根 灭时轮回又再生 记名此理 需要斩念头 断叶根 才能使净土上 平静如神 道人踏土 依然了无痕 现今之修道人 有者想持斋亲口 然因现实生活 几种种客观之因素 往往会造成职业上 及婚姻上之诸多不便 有者甚至谋生困难 像这样因想修道 却反而造成生活上的困难 请恩师慈悲开示 应以吃斋为重 还是谋生为重 民以食为天 谋职基本作用 亦是为了三餐 所以有言谋职为吃头鹿 即在求的一条尾声 可以养活自己的道路 何以言头鹿 吃东西以口为输入器官 口在头也 这口鹿如果不通 则前路茫茫 敢吃头鹿即是谋生求鹿 今人甚多持斋亲口 因公司或食不便而破具于门外 以无之意 初学者可先以方便斋 肉鞭菜为起点 待职业固定或家庭安稳后 年纪稍长在立院亲口 叫为稳当 以得两全其美 如果从经书中 已得知玄关所在 是否还需经明师一指 才算是开窍呢 古人有言 书中自有黄金乌 书中自有言如玉 从书中的道玄关庙处 如能按图所记 求得其妙处而去行道 则此官可开 至于明师一指玄关 亦必须明白其一指之用意 既明此一指禅之妙意而去行道 自得其道 以此二者而论 以知大道之的法有二条路 即 一由人点画 二由书中文字点画 有言书是不会说话的老师 因此由人点画是会说话的老师点画 从书中的俏是由不会说话的老师点画 但仍以会说话的老师教学生受会教肃 以无之意 先由说话的讲几句 再看不会说话的说些什么 如果两位老师都败了 相信有意无害 鸾生吃中药 有者药里参有狗骨之药 此种药是否可食 鸾门以牛犬之肉不食为初戒 中药中如有狗骨 不食为以他要甚多可以带用品用之 如果一个人今生之修善业 来生享福而忘了修 又造了恶业轮回不息 如何自度 今生行善来世得到福报 但因人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又产下祸患 此时要如何自度 当一个福人正在享福时 往往一时迷失望我 造孽多端 有一天福尽之时 他才会找到自我 但此时又必须从头再来 摔倒了 才晓得平坦路已走近了 现在换来的是崎岖路段 此刻只好用心整修 否则路已走不通了 这也算修道 许多世人在的一时 不知道是什么 一旦逆境迭来 灾难临头 才晓得求神拜佛 此刻是在求道 问道了 世间法是相对法门 所以修道人常言 我修的是苦道 谁叫你在福中之时 不知修道 福中修道叫热道 或时修的是苦道 世人此刻是修何道 就知自己是在福中或或中 修苦道虽苦 但若恒心不退 脚踏不平心地 经过一段时间 灾难消失 天下太平 又重踏其热土了 弟子前世业重 今世总是诛病缠身 请恩师慈悲开示 弟子如何尽修才能消夜 并得尽道不退 达到圆通之境 你历尽沧桑 皆因前生造业多端 故苦海大浪不喜 你今生病苦不绝 家庭诸多不顺 此时你求神拜佛了 修的是苦道 但也唯有吃苦瓜汤 长黄莲墨 才能替你消毒解恶 所以说道从你中来最有滋味 今天你就是要把沧海变为桑田 不要觉得累 一堆堆图往海田 终能平复 你腰酸背痛 刀割数次 活行也 忍耐吧 庆幸尚有佛缘善根 故来此一避 多少有所注意 使之不退 就能渡过难关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班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施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发愿意向一旦 不过魔教 textbooks 跟谋龙堂倒下山 不过滚发愿意向一步 那些小事 到因为 二十二三分之后 从未登台 无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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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